好 其實給各位看一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跟我們台灣那個那一年一樣的 也是屬於這種告白的學生片 學生情人片 那麼 因為一般我們在簡報裡面 其實你要做這個比較少對不對 比較少要放影片進來 那但是呢它上面 phrase上面很簡單 而且 請問我們一直都知道其實 簡報裡面你要放很多字應該不太容易對不對 所以通常內文你比較不太會放在裡面 可是一般來講 比如說你有PDF啦 或者你有文件其他文件的時候 請問如果你要做簡報你要展示的時候該怎麼做 通常就是離開簡報然後就 打開那個檔案給人家看嘛 這是最常見的方法 可是呢 在press裡面你可以直接插入PDF 也可以把你的簡報加進來 那這裡呢 給各位看一下 事實上 你現在看到這一個 這一個 上面這一圈就是我把 簡報匯進來的 上面這一圈 喔 簡報匯進來的 那麼在左手邊這裡 在左手邊這邊 是一個PDF PDF我們這樣看 你是不是覺得太小了對不對 所以 press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 你有發現我們都可以怎麼樣 放大做小 滾輪滾進去 請問這樣子 剛剛那一部電影叫做初戀那件小事 你在 YouTube上可以看到完整吧 那 這個是一個 清水高中的考題 數學考題 是看那部影片就要會的 叫做排列組合 因為那個小女生 喜歡他們學長 所以他就要去 想說我要穿哪件我要怎麼穿 有哪幾種組合 然後是考這個 所以 這個PDF 我把他放進來的 然後就順便把他影片找給你看 你看我們在看PDF的時候 如果你把他放這樣放大 其實 直接在簡報裡面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嘛 可是 我還是 在這個簡報裡面就好了 我不需要離開他 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蠻特別的 那 今天如果你有多張的話 假設你有多 簡報那個PDF有比較多張 他就是 一張一頁 好像一張圖片一樣 可是重點是你Rumina 不會因為這樣而是根 這個是 蠻特別的 那如果你是YouTuber的話呢 你看 如果是YouTuber 你插入 我們在這邊插入的時候 插入YouTuber 在這裡 最上面這裡 這邊 你可以來這邊 插入 有沒有 你只要把你的YouTube網址給他就好了 他就自動把你抓進來了 你也不用把影片下載回來 好你不用把影片下載 直接上去就OK了 這個是 他算是在 其他地方 那相對的如果你是 要插入哪一個 PDF 或者你自己拍的影片 也可以 從這邊 好從這邊 直接進來 然後呢 如果你的那個叫做 PowerPoint 就從下面這裡 從下面這邊 事實上如果你要插入他的PowerPoint的話 他有幾個範本給你選 就是 到底你的簡報怎麼排 像 剛剛你所看到的 我的這邊 排成這種方法 是一個方式 好排成這種方法是一個方式 但是還有其他的排法 只是說真的啊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如果你決定要用這個了 麻煩你就忘了PowerPoint 你用了他你只會又受限在他那邊而已 所以通常我會比較建議就是 你要用PowerPoint就 PowerPoint那邊的 就不要把他滾在這邊來 好這是一個 那這樣應該就 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再來這裡我們有幾個剛剛沒有 講到的 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請問你的簡報裡面會不會有 有超連結 搞不好有機會有超連結對不對 請問怎麼樣能夠在 Praise裡面增加超連結 他只要是網址就可以 所以 你們看一下囉 我回到這邊來 我們回到我們黃色小鴨這邊 假設你想要 增加超連結的話呢 我們找一下 好假設我要連到我們學校好了齁 假設我要連到學校網頁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呢 我在這邊 點到 其實他要打文字很簡單 就在空白裡面點一下就會有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這個用Body的喔 一般內容 貼進去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是超連結啦 所以 我們 但是你在編輯的時候是 不會點出去的 要怎麼樣 要 播放簡報的時候才可以有超連結 所以你看我來這邊 點一下 有沒有就打開了 好這個比較特別一點喔 超連結是這樣用的 那 可是你可能會遇到一個情形喔 有沒有超連結 有些超連結是露露等的 有 有很多超連結是很長的有沒有 超長一串的 這樣貼進來這樣不是很難看嗎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各位如果說 萬一你有那個超連結是比較長的 你可以用一個Google的服務 叫做Google短矢 有沒有用過 很多人在FB上會這樣用嗎 沒有特別用過 我找一個給你看好了 來 假設 我們這邊 好像我的部落格好了 好 這個 很長 那我要加入這邊的話 你看我把它增加一個好了 點進來貼進來 有沒有發現這樣很長 對不對 文字 那你點到這個文字的時候呢 他旁邊 他旁邊還可以 點進來編輯的時候旁邊可以增加 你可以拉開 像這樣 這個旁邊這裡 可以拉開 有沒有 這可以拉開喔 可是這樣還是很長 怎麼辦 你可以把文字縮小 這是一種方法 不過呢 我們來看看什麼叫Google短矢 你可以直接用搜尋零找 Google短矢 事實上這類服務有很多啦 不僅僅用Google的齁 你只要把你的網址把它貼進來 它會幫你做縮短的動作齁 好貼進去之後 Shorten 好右手邊呢 他現在已經 是不是產生於比較短的網址了 你這樣在 phrase裡面用就比較好用 不過說真的齁 平常比較建議各位 如果不是你自己用的 少點 少去點閱它 為什麼 因為你從這裡面請問看得出來 你會點到哪裡嗎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短子會點到哪裡去對不對 所以網路上有些人釣魚的或廣告都會這樣用 因為 一點過去可能 比如說你就中毒啦 或者是中木麻啦 對不對齁 所以 自己用的應該比較安全一點啦 別人用的就 小心一點齁 比較不會中 中道 OK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再用就 比較好一點點 這是 如果說你在做超連結的時候 有時候比較長 你可以像這樣 那另外這個調整 物件的上下順序 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啦 請問我們在Word裡面 在泡坑裡面 物件有上一層下一層 可以對不對 這裡也是一樣喔 比如說你看我們剛剛那個黃色小鴨 現在我的文字其實是在什麼 是在土的上面 如果你要上一層下一層就按右鍵 東西 這四個 把他怎麼樣 波握 這是上一層 這是最上層 下一層 跟什麼 最下一層 這樣會了 只是沒有中文而已 因為有些時候你很會需要 比如說把他送到下面去 現在呢 有沒有發現塗在最上面了 他還是有類似像塗層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做 所以這個我們針對剛剛在講的時候 這個主題沒有講到 跟各位稍微 說明一下